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老师好 大家好 中医师李思怡 李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五年六班同学王瑞玲 瑞玲好 大家好 五年五班售瑶瑶哥好 大家好 大家健康 刚刚我们在片头录的肾亏肾虚 真的是蛮多人误解的 因为它是中医的讲法 不能画上等号吗 是不是 肾虚当然就是肾亏 肾亏当然就是肾虚 但是我们都认为肾虚肾虚 好像跟男性的性能力有关 那其实看过我们健康同学会的同学都了解 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解 因为中医讲的肾跟我们西医学的肾是不一样的 其实比较广泛一点点 应该是比较广泛 所以我们女生 换句话说你也会肾虚 真的喔 对 如果这样讲的话 对 因为你刚刚说话等号了 对 当然如果你讲肾虚可能好像比较适合 对 肾虚 好 那如果我们肾 以中医来讲的肾 如果我们真的虚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强肾补肾呢 这个我们今天请到了很棒的中医师 来帮我们去的说 如果说把这个虚给补回来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会有肾脏的病变 可以吗 可以这样说吗 那它跟真的我们西医讲的肾脏病 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就要好好讨论一下 好 那节目一开始 潘老师先告诉我们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 有一位教授叫索伦森教授 发表在《泌尿外科》期刊 那么他说的研究是 停经后的妇女 如果能够在平常饮食 可以多摄取钙质 并且多喝水的话 可以减少肾结石的风险 但是吃太多的钠 含盐食物呢 就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同时如果太过肥胖的话呢 也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所以显然是要多钙 多水 少钠 少肥胖 那么索伦森医师呢 收集了美国妇女呢 七万八千两百九十三位 五十到七十九岁 停经后的妇女的饮食跟健康资料 那么这些妇女呢 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呢 都没有肾结石的病史 但是平均追踪了八年以后呢 这七万多名的妇女之中呢 有一千九百五十二人发生了肾结石的情况 发生率呢 是百分之二点五 那么根据非常严谨的研究发现呢 这些有肾结石的妇女呢 她们摄取钙的这个量呢 每日都不足 因为停经后妇女建议的摄取钙的量呢 是每人每天一千两百毫克 结果她们只吃到大约八百毫克左右 那么另外呢 在钙的摄取量来讲 当然适当的摄取量是在一千六百毫克 但是上限不得超过两千三百毫克的情况之下呢 这些肾结石的妇女呢 摄取钙的情况呢 高到两千五百毫克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肾结石的成分最常见的是草酸钙 占了所有结石的65到70% 那么再来是碳酸钙 占了16到20% 所以好多好多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我有剩结石千万不能够再吃钙了 吃钙了以后呢 结石会越来越多 今天电子报告诉你 依据最新的蜜料外科期刊 2012年3月号所发表 如果你多吃钙的话呢 反而可以降低结石的风险 原因是因为人类的肠道呢 可以因为你钙质的 这个需求量的多寡 而调整吸收率 所以因此呢 特别要强调的呢 多吃钙呢 反而是降低肾结石的 那么你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个索罗伦生医师的研究中呢 发现呢 这个如果摄取较多钙质的 这个文章呢 也指出呢 这个妇女从天然饮食中呢 摄取较高的钙呢 也可以减少 35%到50%的肾结石发生的风险 所以显然呢 这个钙吃进去到肠胃道呢 反而可以帮助你呢 把你吃进去的草酸 在肠道就直接从粪便排除 反而我们担心的这个钙呢 是应该要担心在肾脏的钙 而不是在肠胃道的钙 那么哈佛大学的这个科汉教授呢 也指出呢 妇女吃高钙饮食呢 会增加30%肾结石的风险 所以有很多人肾结石啊 整天防钙 防得要命就防错了 可是呢 真正要防的钙呢 却从来没听人防过 那么索罗伦生医师分析发现呢 有超过80%停经后的妇女呢 每日钠的摄取量超过 建议量的1600毫克 刚刚我讲过 那有超过40%的停经后妇女呢 甚至超过上限2300毫克 而每天钠摄取量高达 3249毫克的停经后妇女 发生肾结石的现象最为明显 几乎呢 大概可以讲说呢 大概就是她了 那你知道吗 台湾人吃盐每人每天 都超过3000毫克 那么另外呢 大家一定会问潘老师说 奇怪 我吃钠跟钙什么关系 你疼得失去 原来是呢 你钠吃多了以后呢 钠在肾脏会抑制钙 在肾小管的再吸收 所以因此呢 钙全部吸不上来 通通留在肾脏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你饮水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这时候就非常容易 在肾脏产生结石 所以从今天开始 麻烦有看过我们保健室电子报的人要知道 钠吃多了会造成钙在肾脏结石 那么当然多喝水就可以解少这个问题 你多吃了钠 你再多喝水 可能可以平衡一点回来 不过潘老师不建议这样子 你还是最好少钠 多水会比较好 那么最后呢 潘老师要提醒大家是呢 肥胖也会造成肾结石的风险 所以呢 我们安德兄呢 前一阵子肾结石呢 说不定跟肥胖也有一点关系 这边也可以看到呢 BMI超出正常范围 这不够24.9 24.9 才超出0.9 那么就增加了 1.19到2.01倍的肾结石风险 所以显然看起来呢 在这边保健室 特别呼吁大家 不论是停经后的妇女 或者所有的人 你要防肾结石 多吃钙 多喝水 少吃钠 控制体重 肾虚是不是等于肾脏有疾病 它是一种功能性的问题 就是一组症候群的意思 像刚刚瑞宇就有提到说 它有分成肾阳虚 肾阴虚 肾气不足跟肾经不顾 补肾就能够撞阳吗 这我们台湾人最会误会 的确是可以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自己是哪一种症情的话 像譬如说你是属于肾水富足 肾阴虚型的话 你单纯加很多的补药 你会越补越热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刚刚一开始就讲 我们今天讲这个肾脏的话 其实是中医比较 应该广泛的一个角度来看 对不对 好 那么有什么样的迷思跟困扰 我们先看一下 对 中医的症到底有多管 等一下请医师帮我们解释 我刚算算至少影响有八大象 真的喔 这么多喔 好 第一个呢 大家很关心 肾虚是不是等于肾脏有疾病 对 那就请这个医师 先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要先看一下瑞琳的 破解版 先讲一下这个 迷思的破解版 就是肾虚 刚刚讲的肾虚跟肾亏 是不等于肾病的 因为中医所指的肾虚 肾虚是一组症候群 肾虚可细分为肾阴虚 肾阳虚 肾经不足 肾气不顾等 所以肾虚不是指肾脏 有什么样的疾病 也不是肾脏的结构性 有什么发生明显的 气质性的病变 可以讲那么多肾 好像剩下禅山 肾水 只剩一张嘴 我比较关心的是 一组是多少 那什么是肾虚呢 其实肾虚应该算是一种症形 就是它是一种功能性的问题 就是一组症候群的意思 像刚刚瑞云就有提到说 它有分成肾阳虚 肾阴虚 肾气不足跟肾经不顾 其实还可以再细分很多 包括像肾阴虚里面 就可以跟比如说心肝肺有相关 比如说心肾阴虚可能 就会出现什么呢 心肌 多梦 睡不着 那肝肾阴虚可能 这都是肾阴虚 对 那肝肾阴虚可能 就会出现像高血压 头痛 暮穴暮花 甚至月经不调 对 那像肺肾阴虚 就可能会出现像肺结核 肝咳 潮热 所以其实肾虚 不单纯只是说肾战的疾病 那也不等于是肾战的疾病 那有可能说肾虚里面会出现 有一些像性功能的问题 可是它其实是包罗的是很广泛的 所以中医的肾真的是包的很多 那这样听起来内分泌 对不对 你免疫力 免疫力 蜜尿系统 因为有高血压 蜜尿系统本身就有包括在里面 包括像睡眠 睡眠 包括神经 我们节目做过好多次中医 每次讲到肾的时候都很迷惑说 这个时候指的中医的肾指的是 有那个器官还是说还是其他的东西 潘老师帮我们再解一下 好 刚刚我们这个李医师特别提到 中医的肾虚叫功能性脏 功能 那么在西医就叫 Functional Disorder 所以Functional Disorder 它的这个定义就是 你Organic 看不到任何的病变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西医 在诊断这个脏器的变化的时候 它可以用一个影像学来看 那这个影像学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它的大小形状 以及它透光的情形 加上大小形状有改变 那就可能比如说长了个肿瘤 或者它萎缩掉 或者是说它有哪些地方 纤维化等等的 这种都称之为气质性的 就是叫做Organic Disorder 那这种是非常明显的变化 所以显然刚刚呢 李医师已经破题的时候 就说呢 在中医里面的这个肾虚呢 它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假设你有气质上病变 当然你们刚刚也提到了 中医的这个肾经的说法 也就是说它的包含 不是只有肾脏这个脏器 对 肾经 它是包含非常多的脏器在里面 那但是呢 这些这么多的脏器里面呢 它是因为功能性产生了异常 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且这个功能性造成的现象呢 很可能在西医上面来看的时候呢 还没看出病变 对 这样子啊 还没看出病变 所以这时候就遇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呢 在西医的界定疾病的这个部分 因为西医界定疾病 也有所谓的是功能性的障碍 或者是气质性的障碍 那但是呢 不论是气质性或功能性 在西医都看不出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你应该是正常人啊 对啊 但中医却出了一块 叫做呢 亚健康形态的这一块 所以中医在这一块呢 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我觉得是蛮受用的 就是说呢 我在西医看起来没有什么疾病 可是我整个人就觉得不舒服 我就不舒服 然后我去找这个中医师看的时候 他可以看出我说 不知道哪里什么阴阳没有协调 什么的 然后我保养保养 我就好了 所以呢 在这一个部分来讲呢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把这一块再开发出来 那目前我们当然也很努力 在开发啦 怎么开发呢 就是拿那个电极呢 放在这个脉搏上 然后去让脉搏的震动 用电脑来分析 然后呢 很好玩的是呢 我们西医确定是正常的人 然后另外呢 也确定他有病的人 然后两个那个波来去分 然后看看呢 差在哪里 所以以后不用耗脉了 就用电脑耗就可以了 但是结果呢 没有他们耗得准 因为 因为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 你已经 已经确定有病的 跟没病的 那我可以比较 对 可是问题是 如果他们讲的那个 亞健康那一台 我原来就不晓得他有病 就没病 我到哪去 我到哪去知道他有病 然后更好玩的是呢 他这时候人很复杂 他这个五脏六腑啊 他都在这个脉上 所以我们很难去 又再区隔说 当一个出问题的时候 脉上跟两个出问题 三个出问题 五个同时出问题 我们就乱套了 乱套了 对 林医师我再补问一下 帮观众朋友问一下 中医讲的肾脏经 肾脏经是经过哪些地方 肾经经过的 这可能观众就更清楚 肾经经过的 非常广 他其实从我们脚底的涌圈 涌圈在我们 对 凹陷的地方 他是走内侧 走内侧 一直走 这样走走走走 走上来 你看到黑色这条线 是 这样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我们的整个 生殖器系统 所以为什么男生都很怕说他肾虚 其实我说肾虚 可能是说你是心肾一虚 你心记 多梦 睡不着 并不是一定是你的肾功能问题 可是因为他刚好有经过这里 所以很多人就误会了 但这里的问题也是包含在肾虚里面的 然后接着他经过我们的内战 五战六辅 应该是说他经过我们的肾脏 经过我们的旁观 因为肾跟旁观是相表里的 然后很特别的是呢 他会一直走走到哪里 走到我们的咽喉 所以很多人像更年期的问题 他可能会出现什么 他很口干 咽喉很干 然后这时候可能是我们必须要 从补肾水去做一个调理 那肾本身 他是开窍于我们的耳的 所以有时候出现了耳鸣 那也通常 如果他耳鸣半水 他有可能会腰痠 有可能会脚软 有可能他可能会睡不着 那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心肾不骄 我们要就从去调理心肾去做主 这是上开窍于耳 那下开窍于什么 二音 二音 前音跟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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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说的 音是阴阳的音喔 对 对 不是前音后音 我们说的这个泌尿道系统 跟我们的排便系统 了解 那二音 那每个人都有了 对 那就知道 所以你看从头到脚 牵涉的真的很广 是的 好 那这个我们的肾脏呢 以及肾经走过的地方 我们现场的来宾 究竟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要来一个健康水堂考 好 要考试 要看看我们会不会就是处在亚健康 然后呢 如果真的有病灭的事 就真的一限资格 要赶快抢救一下 对 大家不要害怕 这题目很简单 每个人都要做 就是你生活上的一些反应 对不对 好 这里总共有十题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题 你是不是常常会腰痛 是不是有这个常常碰到这个疲累 或是遇到阴雨天的时候 这个症状就会常常加重 就是这个可能会痛得更厉害了 这是第一个 再来贫尿 那么在正常喝水情况之下 你会不会液尿大概三四以上 那会不会小便没有力 排不干净 这是有这个液尿跟小便的问题 好便秘 大便会干燥 排便困难 疲劳没有力 是不是常常感到疲劳 懒得说话 然后总想闭目养神 精神不集中 工作倦怠 或者是力不从心 那第五个就是 失眠健忘 常常睡不好 然后翻来翻去 然后很多时候寄东西 寄不起来丢三落四 好 这是前面这五题 当然就是事跟否 如果有你就勾起来 好 这大家知道了 好 再来第六题 台语讲的味冠 那就是四肢会发冷冰冷 而且天气一转变的时候 这个手脚就冷了 特别怕冷 怕吹风 那还有钻到被窝里面睡了很久 哇 怎么还是冷气气 再来机能衰退 是不是对这个房市不感兴趣 或者是说这男性朋友 你过了四十岁 哇 早上已经没有 那个勃起的现象了 好 慢性病缠身 是不是有各种慢性病 像是慢性肾炎 糖尿病 心脏病 高血压等等 再来抵抗力变差 那么很容易感冒或是发烧 另外第一十题就是吊法 是不是洗法的时候 哇 怎么会大量吊法 那这十题 我们做了试跟佛以后 要怎么办呢 看当然这个试 越多的话 当然就越不好 不是 对不对 以下超过四个试的话 你很可能有肾虚的问题 对 建议尽快找专业医师 来检查 好 这是标准了 四个是标准了 不是六个 算严格吗 两位来宾几个 一个0.5 一个4.5 有说谎的嫌疑 因为他的1.5好小 不是 我本来是0分的 但是我后来我勉强 第十题 调法的问题 以前 我以前 以前调法很多 所以我认为 那个我就算他0.5分好了 就算甚虚 可是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那我才呢 4.5 等一下 我还要停在刘俊耀身上 刘俊耀你确定 你第七题没有吗 我现在就很困扰 我太强了到现在 现在我四十六岁了 还是那么强 我跟你讲 我太太冬天的时候 她那个什么手脚冰冷 她的棉被 都是我在暖被 所以你都暖暖的 我都要去帮她先暖被 暖到很暖 所以我就 我好像发电机一样 我觉得要增加第十一题 你是否有常有说谎的想要 只剩一张 只剩一张 那就是要大嫂来 才可以证实 对不对 好 我且相信你 好了0.5题 可是我是四 你看我是第一题就有 然后我常会腰痛 腰痛 对然后还有第四 第四其实是一半 因为常常我 比较不容易 对但是呢 就是说医生常会跟我讲 我肾水不足 待会我要问一下中医师 真的啊 说你肾水不足 对很奇怪 李医师在帮我解答一下 然后还有第五 胃瓜 所以为什么旁边要多个男人来 取暖就是这样 他会帮你温背 答对了 他有胃 对 然后再次第九 抵抗力我真的会比较差 那也没有第七题的问题 好 OK 所以你们都还不错 都还OK 七八都还OK 好 那潘老师呢 你有几题呢 两个 两个啊 那也没有肾虚的毛病 那两个呢 好 第一个是第二题的后半部 瓶尿 小便无力排不干净 真的啊 这不是六十岁以后的人 才会有事情吗 那没有啦 四十岁以后五十岁就有了 真的啊 对 只是不是那么严重 然后再来是 第七个 第六个的中间 大概就是 就是 就是不喜欢吹风 怕吹风 就我不喜欢吹 我不喜欢吹冷气 我不喜欢吹冷气 但是我手脚 但我手脚并不冰冷 但我很不喜欢吹冷气 所以就半题 对半题 就是两分嘛 这样子算两分 所以第七题 第八题 第九题 第十题 都是OK的 没有对 好 这要问嫂夫人才知道 好 那我呢 我也是两分 真的吗 在哪里 落在哪里 我落在来下一页的第七题 你这边都没有 真的吗 我可能是唯一诚实的人 第七题 跟这个 这个 对 第七题 那我就不讲是前半段 还是后半段 反正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反正两个都有就对了啦 对 然后再来就是慢性病 这我想所有观众都知道 我有高血压 甚至吃药 对 身上血压正常 那请问你呢 我只有这个 单身女郎 对 我只有这个 三妈便秘 没有 这个我还好 你应该是胖冷吧 对 你应该六也应该会有吧 六 就是那个 你是失眠跟健忘 我是失眠 对 就是如果说有时候压力大 或怎么样的话会睡不好嘛 好 那么腰痛不会 偶尔为之 腰痛 如果按照这样我不会呢 不是偶尔是会腰痛 好 所以你是一分 还有呢 一分而已啊 你只有一分喔 你说胃肝 我不会耶 你不会 或是 机能衰退还好 因为你单身 然后慢性病也没有 抵抗力差也没有 调法也没有 奇怪喔 真的是蛮健康的 这个题目啊 男跟女好像不太适用 像第七题 第七题都写男生 会问到女生吗 前半部啊 前半题啊 会啊 女生也就算前半题 好 那所以这样子看来 只有四分以上的 只有那个肾水不足的 肾水不太足的 肾水不太足的瑞玲 好 那李医师帮我们解一些 像我们这样都一两分 是不是平常自己注意就好 那瑞玲是不是要特别注意 他算是严重要注意的了 真的吗 还好他说严重注意 不是严重住院 还有下一个 像我们一般说的肾水不足 可能还会带有虚有热向 就是说你有可能是 你上半身有容易会那种 怕热口干 可是下半身是属于冷的 比如说手脚会冰冷的 所以这种是虚 但是有热向的 那一般的话 像潘老师的话 其实只要像我们等一下 就是多按摩几个穴道 其实就会改善很多了 平药的部分 对 平药的部分 那他教我们按哪里好了 对 还有一些汤方 那安德的部分 你可能需要吃个中药 但我们今天 又准备很好的茶饮给你 这样子 那我知道了 那我要去叫喇叭了 就去找中医师报到就好了 那我可以不在乎的问题是 那我想我就不需要了 我就很生嘛 失眠健忘呢 失眠健忘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不是 心肾婴虚也会造成吗 有可能是他工作压力比较大 有时候想太多 反正有时候太过劳累的时候 是会失眠的 那一样就是说其实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按摩自己的手腕 自己手腕就有个穴道 叫神门穴 它其实就在 对 小指的下方 所以是为了失眠 还是健忘 两个都可以有帮助 对 因为它是心肾的 在哪里 就是你动一下自己的手腕 是不是有个筋 大筋的内侧 有小指头对下来 有小指头对下来 对 就在手腕这个地方 那你就是多按摩 那平常睡觉前 也可以按摩个十分钟 那其实他就有个安神助眠 那因为他是心肾的 所以对你的肌力 也会有帮助 那我请教一个问题 刚刚第十点 那个头发掉的问题 掉头发 会表示肾 肾比较不好吗 应该是代表了 就是说开始走下坡了 这样子 那当然了 我现在已经补回来 我就比较不担心了 但是我会帮很多 秃头的人问的 那秃掉头 头都秃了 那表示他的肾 是不是都挂了 那又不一定 有一种是属于遗传 遗传就是本身 他比如说男性荷爾蒙 反而是太过于万肾 那如果说他是枕头突很亮 会发光的那一种 他不见得是肾气虚 可是如果他是 零零零零零 这样子掉 而且又很早就白的 有可能他就是跟肾气虚 是有可能的 各位观众 从我们问的这个实体 大概就知道 我们关于这个肾 中医讲的 还是含概念 真的蛮广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迷思 第二个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注意一下 补肾就能够撞羊吗 就我们台湾人最会误会 这个 我要告诉你 有的患者的性功能 出现障碍的时候 他就会认为说 我的肾是不是有问题了 要赶快来补肾 其实肾只是泌尿系统的重要器官而已 跟性功能的强弱 没有直接的关联 补肾补过头 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不过我想马上先倒过来问 那你说补肾就能撞羊吗 但是我倒过来问的话 我要撞羊的话 是不是应该补肾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 好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说补肾 是不是能够撞羊呢 的确是可以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 自己是哪一种症型的话 像譬如说你是属于肾水不足 肾阴心型的话 你单纯加很多的补药 你会越补越热 对 反而会容易散破 反而是不好的 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肾气不足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容易劳累 容易眩晕 那这时候就可以加一些补气 再加补肾的药材 那他有一种就是属于就是圣 圣经不顾的 那圣经不顾 可能他会出现了 譬如说像性功能的减退 可能会耳鸣 可能会腰酸 那我们说筋不足者 补肢以胃 那他就可以选择一些 像那个鹿茸啦 龟板啦 八极田 这些药材 所以要依他的阵型 选择不同的药材 不是单一个说什么 家传补肾蜜方 你就拿来吃 那不见得是适合你自己的 对 他两次要补充 对 他这个一般我们男生的性功能 他是一个跟血管很有关系的器官 所以如果说你有心脏血管疾病的话 通常在这方面呢 会有影响 心脏血管方面 所以那你比如说像有高血脂 高血压啦 当然像糖尿病也会影响 因为糖尿病后期 也会把血管产生病变 不过但是这个要很后期 初期是不会 那另外呢当然就 除了血管器官之外 因为他还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神经系统有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他如果说是神经系统受伤 也会造成功能上的问题 比如说以这个工作伤害 比如说腰椎 腰椎伤害啦 或者椎椎盘突出压迫到一些神经的话 这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最后呢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 假设荷尔蒙有产生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雄性激素的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人啊 这个年轻的时候雄性激素分泌旺盛 在雪中就会维持一个固定的浓度 但是当男性的更年期到的时候 雄性激素会往下掉 所以其实我们男性要看更年期 没有办法像女性一样看天经 但是一抽血册马上 大家就根本就没得谈 因为他的那个 那个稿固酮的基础会往下掉 完全往下掉 所以当你掉到每个程度之后呢 就确定就是更年期来了 对 那如果说当你的这个 这个稿固酮掉到一个很低的浓度的时候呢 那他的性 对房似的兴趣就会相对减少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兴趣的来源 对 那另外性功能也会跟着下降 那潘老师 所以老话就是连老的就会这样 你看潘老师都一直对你讲 都不对我们讲 所以说他特别关心我啊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吗 那你说稿固酮会下降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稿固酮 现在有这个药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 因为如果说我们现在早期很笨 是医师处方吧 对 医师处方 因为早期很笨呢 就是直接给的时候呢 他因为经过肝脏 所以对肝脏伤害非常的大 那现在目前就想办法要跳过肝脏 所以现在有比较多的 就是有些新的剂型的药 就是说呢 不会造成肝脏伤害的 或者会使用凝胶或贴片 就是一个药膏插在身上 然后他就吸进去 或者有贴片 那这个确实是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帮助非常大 我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像你刚才说的 搞固酮下降的那种 有一个很好的食材 也是药材 就是山药 那山药 山药在我们的中药里 它就是甜 它叫做甜补圣经 我刚才不是说圣经部族 有可能会出现生殖式系统的一个 走下坡的现象嘛 有可能会它出现耳鸣 腰酸 那这时候你可以多吃生的山药 就是新鲜的生的山药 了解 那煮熟之后 它就是变成是固脾胃的 就是小孩子吃是很好的 这倒是第一次提供 那我快补充一个 陽明山的野生的山药 非常的正 这样子生吃 吃生吃非常的甜 而且浓 除了这个生山药 可以固肾保健以外呢 还有什么穴位的方法 可以固肾保健 我们来看健康教育展 好 我们先来介绍太息穴 对啊 这是补肾跟护肾的这个穴道 那么你看补肾回阳 副本药穴 要按什么叫太息穴 它其实有这个功能还蛮多的 你看 滋肾阴 补肾气 壮肾阳 礼包工 就是子宫的功能也可以做改善 生殖系统的疾病 还有声音不足 这些症状等等 腰痛 还有下肢功能 按这个太息穴呢 都能够得到缓解 那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 太息穴在哪里 在哪里 太息穴就在我们的 脚内怀 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 脚内怀 找到这个骨头 对不对 根骨最高处 对过来 这里有条阿基里事件 跟这个地方的正中间 所以它其实平行 是在跟根骨的高处 是平行的 然后它是在阿基里事件 跟骨头 内怀骨的正中间 那太息穴本身是圣经的一个殊土穴 也是圣经的一个圆穴 所以它可以治疗很多功能 那包括像它是回洋酒穴之一 什么叫回洋酒穴 就是古人在急救的时候要用到的 比如说亚门劳工三阴焦 对 亚门劳工三阴焦 太心中管 这些都是 所以一般 它这个补 它是补圣一个药穴 那我们刚刚说过 腎有经过哪里 因为我们的咽喉 所以一般像口干 口渴 其实你都可以用太心 对 都可以长按 才按这个穴道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 也要 大家要知道 就是罩海 罩海也很好找 也是叫你的这个内怀骨下 一定要找到你这个高处 对不对 晚下呢 内怀骨跟骨头交接触 一个凹陷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自己动一动 自己动一动 自己在家摸一摸 你可以两个脚心相对着摸 然后对下来 跟骨下最高的对下来 这个凹陷的地方 一定要有空就长按 那我们说罩海 其实就是所谓的银海揽罩 的意思 什么叫银海揽罩 就是指说对你的眼睛 是很好的 古人说银海 银海就是指眼睛的意思 那像有时候肾气衰退的时候 就会怎样木炫 木花 看不清楚 所以就是要多按照海穴 那罩子放亮一点的 那罩子放亮一点 对 没错 那总是这两个脚的穴道以外 那我们身体其他地方 有没有跟肾有关的穴道 有 有两个补肾的要穴 尤其是男生早上不能够搭帐篷的话 一定要按的 不能起来 搭帐篷 那不用我示范 那因为我们这个问题 那我们要找那个 有这个肾亏问题的 那就请魏玲来示范 那请你先示范一下 好 找到我们自己的肚脐 肚脐下四个手指头 四个手指 在第二指的时候是契海穴 第四指的时候是我们的官员穴 那因为它是热脉的一个穴道 热脉它其实是通过哪里 通过我们的生殖器系统 所以它是直接到什么 像男生就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睾丸 我们的阴晶 那女生就是到我们的这个 生殖器 像我们的子宫 我们的卵巢 所以一般像我们 有时候像容易滑胎 就是容易不孕 或者是容易流产的话 就要多按这两个穴道 那我平常没事就按一下 我发现我肚子的屏幕 所以我们腹部这两个也是按的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它非常好 治疗就是我们说的 攝护腺肺肥大 那我们怎么知道 有没有按到对的地方 很有痠吗 还是说 按假和酸酸还是怎样 其实它大概只有 微酸的感觉 它不会到非常的酸 但它是一个很好找的穴道 就是你只要找到自己的肚脐 用你自己的同身穴 就是用你自己的四根手指头 然后往下 第四指就是我们所谓的官员穴 第二指就是我们的气海穴 那一般像我们在临床上 就是针灸这两个穴道 就可以治疗所谓的 食物腺的问题了 你这边按尿 或尿不顺的问题了 第三个 迷思是什么 有跟男性有关 金虫稀少需要补肾 身经部族 它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久病耗损 一个是胎儿时期 它的发育不了 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先天 一个是后天的生活习惯 所造成的 腰痛是不是就表示肾虚 我觉得要先分清楚 你是腰痠还是腰痛 因为如果是腰痛的话 大多数其实是肌肉的问题 比如说久坐 或者是你脊椎 比如说有压迫到 或者说某些程度 是器官的反射疼痛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你现在这个四个穴道学起来 可能应该受用无穷 好受用 真的真的 好 我来看第三个迷思 男性朋友特别要注意 好 没有了 好 来看一下第三个迷思是什么 有跟男性有关 金虫稀少需要补肾 这一定是肯定的 是不是 我跟你说 金虫稀少 其实原因真的很复杂 可是我觉得每个男生 真的都需要稍微注意一点 尤其我们家李先生 注意听好 金虫稀少原因复杂 那如何治疗 不能概括而论 那引起金虫稀少症的原因 比如说像是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的发炎 还有精锁静脉曲张 引稿症 脑下垂体瘤 症病症 还有什么呢 一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你喜欢抽烟 喝酒 喜欢穿那种紧身 像超人一样的内裤 还有洗衫温暖 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都会造成金虫稀少 李医师 那中医怎么看金虫稀少 一般我们叫做圣经不足 那圣经不足 它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酒病耗損 一个是胎儿时期 它的发育不良 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先天 一个是后天的生活习惯 所造成的 那我们说圣经不足的 它就要补之以味 所以如果说你是属于 这种问题的话 其实还是有些中药才 会对这个问题有帮助的 这情况 洗衫温暖是不良的习惯吗 可是很多人在洗衫温暖 像我就是一直在洗衫温暖 我洗了快二十年 不能浸泡太久 就像穿牛仔裤 为什么说会对金子 会有问题 因为常穿在温暖 所以刘俊耀很可能 会有金虫稀少 有可能 因为他洗三五奶 二十多年 他没有那个困扰 但是也许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有一个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像我一个好朋友 是住在国外 那他们长期以来 就是想要生小孩 可是都没有办法 那女孩子去检查过 都OK的 后来是男生 终于去检查 才发现他是无精症 但是他都可以正常的刑防 也就是说他早上都会生起 可是实际上 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精子的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说那个是因为 你上温暖是泡热水 才让金虫会变少 对不对 所以不是就洗上温暖 泡温泉 泡汤都会这样 对不对 时间过久的话 还是会有危险 那冰水呢 如果泡冰水 是不是对这个 对金虫制造是有帮助的呢 对身体不好 泡冰水对身体不好 也不好 对 潘老师这个你有没有解答 他事实上是这样 就是说 稿丸呢 就是一个制造精子的工厂 对 那这个工厂呢 有最适当的操作温度 温度 对他最适当的操作温度 他最适当的操作温度 他最适当的操作温度 在二十几度左右 所以呢 你如果说呢 在腹腔内的时候 他会是三十七度 所以因此 他不适合他制造精子 对 所以如果你引稿症 他没有掉下来的话呢 他的制造的温度不对 他就功能就不见 那但是他掉到阴囊里 因为掉到阴囊里 就要体外了 对 所以在体外的温度都是二十几度 对 很少达到三十度 所以因此你在泡热水的时候 如果热水温度超过三十度以上的时候 他的操作温度就是不好 但这操作温度不好 不表示他有问题 因为他并不是长期在三十几度的温度 但是如果说你的温度再高 比如说到了三十七八度四十度的时候 当然就对他会有一些些的功能性的障碍 所以你太久就不行 可是像我们这种四十六岁的老狗 应该怎么泡应该都还好了 对 你还好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应该是没有影响 所以已经少了 对 可是我对精索静脉曲张 这个我好陌生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对男性来讲 那潘老师帮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精索静脉曲张 对 是真的非常有 我讲一下让大家全懂好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 有时候看到大家的小腿或大腿 有静脉曲张 对 那所以你这个精索静脉曲张 跟静脉曲张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我的静脉本身有那个静脉磅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我的血液只要一挤 他一上来不能够再掉下去 再掉下去我就回不来了 所以因此我静脉裡面有个静脉磅 所以每隔一段有个静脉磅 每隔一段有个静脉磅 所以我一挤掉上来 他不会下去 再挤又上去 所以我的静脉的血液要回流 是要靠这个静脉磅的完整性 才能回去 那如果说我的压力过大的时候 我因为我身体 如果体重过大的时候 我压力过大 我的压力大的时候 这个静脉磅有时候会被压坏掉 所以就造成压力 上面压力过大 所以因此我就造成静脉曲张 那同样 那这时候这个脚部 就会疼痛不舒服 因为为什么 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你的脚 脚就会开始疼痛 肿脏 水肿等等 你都会有这种情况吗 一样 我们经那个睾丸 也有一个动脉 跟一个静脉 那这个动脉是供血的 静脉是回流的 如果动脉供血充足 静脉回流好 这个血液充足的话 那我这个搞完制作工厂 又在四核温度下 营养充足 我就造得很快 我精子就很快地造出去了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血液进来回不去 对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循环变差了 所以我这个工厂 没有 等于是没有一个循环的功能 所有的废物都堆积在这边 而且养分也进不来 那这时候他当然没办法制造精子 所以精锁静脉曲张 你就晓成你的脚 大腿的静脉曲张 意思是一样的 就好像是那个静脉 看到一个静脉已经肿起来 然后血都回不来 可是是不是久坐的人 久坐办公室的人 就是男生会比较容易 有这样的问题 他一般来讲 像我刚刚讲说 我们人类的 腿部的静脉曲张 通常是怀孕很多次 或者体重过重等等 或者长期久站 但在搞完这个地方 通常来讲静脉的静脉伴 应该是不至于 有压力过大的问题 通常都先天异常 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就异常 所以精锁静脉曲张 一般是那个静脉的静脉伴 先天有问题 所以使得他血液回流有问题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后来还要去看医生 开刀啊什么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好像很多男性 真的有精虫过少的问题 对不仅是女性朋友 那男生好像 女性朋友没有精虫过少的问题 你知道就是说 我说不孕的话 当然是因为两个人可能都要检查 那老师刚刚讲 如果说精不足 补之以胃 那这个胃是什么呢 常常有人可能会说 是枸杞你知道吗 枸杞可以补 是不是还说八几天 好像大家众说纷纭 是真的可以补所谓的胃吗 是 因为一般是我们这么讲 如果说你有这个肾经不足的话 这些问题 比如说像精虫吸扫的话 或者是你容易腰痠 然后你的性功能 比较不佳的话 那么其实有些中药 还是对这个 是会有直接的帮助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鹿绒 因为它是氧气最充足的地方 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硅板 它是补肾一下 你就需要肾水不足 要用硅板这个药 那还有一些我们说的 你刚刚说的那个八几天 八几天本身其实对老年人 那个腰脚的虚痛 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他就像索阳 其实古人在取这个药名的时候 他们都经过一些思考 像索阳听起来就是怎么样 可以 比较可以持久的 还有像我们刚刚说的枸杞 跟银洋祸 那这里我就带来一个茶饮 其实就是枸杞跟银洋祸 什么茶饮 其实只要这两个 就会有帮助了 我们枸杞本 对 枸杞茶 枸杞其实在古代 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的 他说出家在外勿食枸杞 什么意思 就是他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现在要赴金赶考 还是你要做生意 把老婆留在家乡的话 那么你在外面 就不要再吃枸杞了 真的啊 因为一吃 就会开始想老婆 就代表想老婆还好 不是 想老婆还好 对 如果只是想还好 对 所以我应该是帮我先生 身上随时带点枸杞 他常常想你这样子 对 当然要想才好 他不想你 那不得了 我刚刚是想到说 如果他想另外的人 就不好 就是这样子 第六项的话 可是因为古人 可能一出去就怎样 三个月 六个月 才可以回家 越想越难过这样子 所以这个故盛茶就是枸杞 对 还有另外就是银洋祸 银洋祸本身 一般就是说像我们老祖宗 他在用这个药的时候 他会去观察 什么动物去吃 银洋祸就发现 这个羊很喜欢去吃这个植物 真的啊 那一吃完之后就怎样 可以交战百回 而不累 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就是 把它用来就是 作为一个补肾的药材 那大家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 有 像我现在这个叶子 就是银洋祸 那第一次 很好闻 闻到真的是有羊的味道 对 因为它的一个炮制的过程 它是用一个羊脂去拌炒的 对 那银洋祸本身 像我们也常常用在说 容易像手脚冰冷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补肾羊的一个工 一个药材 对 其实大家可以喝喝看 喝起来 潘老师你已经喝完了 甜点 喝起来很像荷叶 荷叶茶 很像粽子 蛮好喝的 然后还要加水嘛 700CC 对 你就用枸杞 枸杞15克 然后银洋祸大概是10克 如果你要用热水浸泡 就浸泡大概15分钟 如果你要煮的话 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 这对男生女生都是顾肾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要常吃 那像枸杞本身 它可以顾眼睛 对 我们刚刚不是说肾水上做云木吗 所以把肾水顾好 其实眼睛就很容易明亮了 对 真的不难喝 对 这个味道就像我们端午节 但是如果撒肉粽 撒出那个水 就是这个味道 很像 但我想功能应该不一样 我觉得是 其实讲苦干苦干的感觉 对 我觉得不难喝 蛮好喝的 平常就可以当一般的茶饮 没有问题 这没有什么体质上的差别 除了像我刚刚讲的 像如果你是选用八极天或索杨的话 如果你是属于肾音不足 就是容忍口干啦 口渴啦 容易怕热的话 那就不适合常常喝 对 那我们喝多了 会不会想那些事情 有没有后遗症 因为我们喝的本来是要顾胜 那结果如果 不过医师开这个 这个他应该配方的量 应该不会啦 这个量是还OK的 对 而且你有没有加鹿绒 所以还OK的 你的可能要一大桶才够 不是 我怕给我太喝 他这样 他这样一直来求我 我也没办法 好 来 那个我们来看第四个 好 来看一下第四个 这个大家也非常关心的 腰痛是不是就表示肾虚 这男生女生的问题 男女都会有问题 腰痛不一定是肾虚 腰痛的原因很多 有可能是结石 老损 或者是追尖盘突出等原因 尤其很多中年中壮年的男性 像我们盘老是这样 受到广告 及其他人的影响 出现腰痛症状的时候 就认为说肾虚 于是开始盲目的补肾 腰痛不一定就是肾虚所引起的 两者不能画上等号 今天的问题 我都蛮喜欢把它倒回来问 那如果现在腰痛 表示肾虚是不一定的 对 倒过来问的话 那肾虚是不是一定就會腰痛 应该也不一定吧 好 其实我觉得要先分清楚 你是腰痠还是腰痛 不一样 因为如果是腰痛的话 大多数其实是肌肉的问题 比如说久坐 或者是你脊椎 比如说有压迫到 或者说某些程度是 器官的反射疼痛 但如果你是属于腰痠 残残就是痠软 需要残残按摩才会舒服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是有肾虚的倾向 但是它可能会伴随其他的见证 比如说我们说的 你可能会容易眩晕 容易这个腰脚无力 那甚至早上没有这个勃起的现象 那一定就是有可能是肾虚了 所以痛跟酸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蛮重要的 潘老师你怎么看 腰痛 一般的腰痛 大概大部分都是肌肉骨壳方面的问题 对 跟这个肾脏有关的问题 不是没有 是有 但是呢 比较少 所以那如果说假者说 你有这个腰痛的问题的话 你担心的话 我建议 我建议可以先去这个肾脏内科 先看一个门诊 那肾脏内科如果看过 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应该是跟肌肉骨骼 比较有关系 对 好 还是要检查一下 比较安心 没错 对 那肾脏内科 还有什么迷思呢 回来就再继续解答 保养肾脏 保健是特别在最后的小丁里提出四点 要跟大家来共勉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健康同学会讲 就是每天摄取蛋白质的量要控制 尤其特别我们也跟长庚医院的林检良医师 共同呼吁 这蛋白质的量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 不仅不能吸收 还得要麻烦肾脏排掉 另外当然盐肺的摄取要注意 我们一直在强调 每人每天 不要超过两千四百毫克 希望在低一点 最好是一千六百毫克 另外在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最好是要由医师的指示服用 我们很怕大家服用很多的尘药 或者来路不明的药物 造成肾脏的病变 这个是大家已经都知道的 另外第三点 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 大家都以为高血压没事 其实高血压可以造成洗肾 那么糖尿病也可以造成洗肾 而且洗肾病人里面 因为糖尿病跟高血压的 这比例还非常的高 其实真正用药物造成洗肾的 反而比例没有高血压跟糖尿病来得高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喝水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保健室电子报 就讲多喝水 不仅可以让这个 多盖炒 对 不仅可以让肾结石降低 也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 所以因此这个喝水 还要注意饮水的品质 这样就能够保护你的肾脏 我们今天收回很多 现在才知道 瑞琳你的肾是最不好的 对 所以你知道 我就要回去 要多按点关圆穴 我跟你講这个茶真的好喝 因为它没有 因为我很怕羊嫩的烧味 可是煮起来 真的就没有烧味 就没有了 而且是 你知道吗 甜甜的 而且就像俊耀讲的 很像粽子的煮丸的味道 香荷叶 很清香 对 而且晚上也可以喝 刚刚认识说晚上喝 其实也没有差别 所以我待会有大部分 算带衣服走 我们刚才先有提醒 如果你是口干舌燥的人 就不太適合 不要喝那么多 不要喝那么多 好喝 我已经喝管管了 我们喝第二杯 我也喝了 这是一杯 我是一杯 好喝 看阿尼